张开腿会不会啊 我不会 这样子啊 对啊 就这样张开腿不就好了吗 我不会 我不会 这是女孩港前的第一堂培训课 几分钟前女孩被养父建卖到了封城馆 即使女孩有一万个不愿意 可奈何家里太过贫穷 养父只能卖掉她来为家里挣钱 阿梅初次来的封城馆即使心中在害怕 她也是需要讨生活的 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 阿梅也只能逼着自己适应 几个月过后 阿梅适应了封城馆的生活 她也跟着姐妹站在门口招揽过往的客户 临走时会不忘嘱咐客户欢迎下次光明 这日一个喝醉的胖子闯进了馆里 胖子伸手就想捞一旁的女孩到怀里 可女孩被她醉醺醺的模样吓坏了 止不住地喊叫救命 一旁的阿梅看着女孩害怕的模样 她似乎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于是在最关键的时刻 阿梅用自己换下了女孩 女孩名叫音音 刚来封城馆没多久 阿梅替音音躲过了一劫 可阿妈桑那边阿梅就没办法帮音音了 依旧沉浸在恐惧中的音音 还没缓过来就被阿妈桑教育了一顿 我在你身上花了很多钱 不断是要赚回来 还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你要知道 这个环境是要你赚钱的 不是要你当大小姐 就这样 音音被阿妈桑逼着又走上了工作岗位 每当鱼群来的时候 就是封城馆最忙的时候 来来往往的客户什么样式都有 但唯一不变的就是 他们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生物 这日馆里来一个模样帅气的男生 阿妈桑见是个年轻帅气的小伙 就特意将跟他年龄相仿的音音 叫出来给他服务 腼腆的男生并没有跟音音乱来 而是陪着音音聊了一夜 愉快的氛围里 两人互相看对了眼 一来二去的男生就趁着热情高涨时 答应会回来娶音音 涉事未深的音音虽然有些惊讶 但也相信了男生的承诺 格外期待男生向他提亲 夜里他跟阿梅提起这件事 阿梅经历过太多人事后 他太知道干他们这一行的 要想结婚是有多难 更何况对方还是一个小康的家庭 阿梅劝音音不要陷进去 可话还没说完 管理就又冲进来两个客户 指明道信要进行四人行 没办法阿梅和音音 只能连夜加班干活 干完活后 客人逃单逃得迅速 可怜的阿梅与音音不光要干活 还要颠簸自己的加班费 在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里 音音依旧期待着男生回来提亲 时光飞逝 阿梅的养父过世 阿梅需要回去奔丧 在回家的火车上 她意外地与音音重逢 这回见面音音已经有了自己的儿子 阿梅抱着小家伙 与音音回忆着过往 在看着音音与丈夫相敬如宾的场面后 她的心里也对家人产生了一种渴望 阿梅知道自己不会结婚 可内心深处对家人的渴望 让她又很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一番思想斗争后 她产生了一个绝佳的办法 借种生子 这就是封城管理女孩们的生活现状 即使客户来得再晚 女孩们都要接待 事后客户不给钱 他们还要负责把钱给垫不上 阿梅因为家里穷 所以就被养父亲自送到了封城管挣钱 她在这里挣下的每一分钱 大部分都寄回了家里 一家人也靠着阿梅寄回来的生活费 日子越过越红火 可他们的心里也逐渐对阿梅产生了排斥 在养父过世后 阿梅特意回到家里来跟桑 可家里人竟玩着她提前将养父下葬了 这还没完 养母看到她回来后 也很是吃惊 家里根本就没有准备她的东西 连她的笑衣都被借出去了 不给自己通知下葬时间 也不准备她的东西 阿梅都可以忍了 可等到她出去哭丧时 弟弟妹妹们的嫌弃 甚至连孩子都不让她抱 她一回来 他们就托家带口地找借口离开 这让阿梅算是看明白了 原来养母一家人 就从来没有把她当成过家人 阿梅想要找养母申冤 可养母也不顾及她的感受 开口闭口地跟她要生活费 阿梅知道自己是个疯尘女 这个身份会让外人对她指指点点 但她没有想到家人花费着自己赚来的钱 竟会对自己如此嫌弃 这个家是靠她撑起来的 如今自己却成了母亲嘴里的烂货 甚至母亲还想将自己许配给随便的人家做媳妇 养母和弟弟妹妹们过分的行为 让阿梅顿时有些寒心 此刻她的心里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阿梅说干就干 回到渔岗后 阿梅借着自己的职务之便搜寻着最佳人选 封城管理的客户有坏的 也有好的 经过阿梅几日的勘测 终于让她碰上了一个不按人选 这日阿梅特意起早想去附近集市上碰碰运气 结果刚一出门就遇到前来找乐的阿吐 阿吐是赶海的 阿梅看着阿吐憨厚质朴的样子 心里就决定是她了 阿梅和阿吐聊得很开心 阿吐帅气的样貌相 还有柯有趣的灵魂 幽默的话语斗的阿梅笑个不停 不知觉中阿梅就有点动心了 阿吐也被阿梅精致半冒所吸引 因此她答应阿梅自己明天还会来找她 阿梅听了太多次的男人对她说还会来 结果一次次的失落 让她觉得阿吐也是在哄骗她 于是等到阿吐离开后 阿梅也就收拾东西回老家了 这边她前脚刚走 隔天阿吐就带着新鲜的鱼来找阿梅 可阿妈桑见到阿吐来找阿梅 就告诉她阿梅离开回家结婚了 阿吐不敢相信 她以为自己被骗了 于是气愤地扔下鱼就离开了封城馆 阿梅没有回养母家 而是回到了自己亲生的母亲家 她小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了 所以父母就把她送给了养父母收养 那时的她早已记事 时隔几年后凭借着记忆再次回到家乡 阿梅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这是上世纪封城馆里女孩的真实生活 在这里只有客户挑选她们的权利 而她们则没有权利去挑选客户 女孩阿梅在学生时代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那个时候阿梅的养父亲手将她送到了封城馆 即使阿梅有万般的不愿意 可面对养父家里生活的紧迫 阿梅也只能顺从地走进了阿妈桑的房间 接受她的港前培训 在封城馆里阿梅看透了男人对女人虎骗的招数 她看着自己的姐妹有家人的疼爱 她也渴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人 可她不愿结婚如此矛盾的心理 让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接种生子 阿梅借着职务之便 为自己挑选了一个良辰吉日 跟自己相中的男人接了种 完事后她派男人找上门 就带着种子回老家了 乡里邻居见到她回来后 也很是热情地领着她回家 母亲见自己多年未见的女儿回来后 心里也很是激动 嫂子也忙里忙外地迎接着她 可再多的开心也会被悲惨现实打败 阿梅的父亲早些年就已过世 哥哥也在不久前摔断了腿 家里只剩下嫂子和母亲两个劳动力 而且他们还要养活四五个小家伙 阿梅心疼母亲和嫂子的劳累 于是她就决定留下来帮着他们改善生活 她用自己的积蓄给哥哥垫了手术费 让她拒掉了肺腿保住生命 在她回来后 村里的土地也被政府分配给了个人 母亲望着自己家几百亩的土地 脸上带着止不住的笑容 有了土地 村民们就纷纷将自家中的蔬菜拿到集市上卖 可他们村特产红薯 大批的红薯一窝蜂地涌向市场 红薯的价格一路低到几毛钱一斤 几乎等于白送 村民们望着滞销的红薯 心里直叹气 可阿梅却看到了商机 她让村长将村民家的红薯通通收购起来 分批次运送到市场上 这样有控制的生产 价格总会回升的 村民们看到阿梅给他们指出了名录 于是纷纷迎合 在村长的带领下 没过多久 他们的红薯价格就回升了 村民们也赚回了本钱 接连来的喜事 也让阿梅的声望在村里展开 而她本身也迎来了人生最好的消息 她怀孕了 本以为自己被婚先孕的事 会让母亲和村里人嫌弃自己 可质朴的村民在看到阿梅怀孕后 不光没有嫌弃她 还纷纷将自家的好东西送给她 母亲也在得知她是风尘女后 没有责怪她 反而是埋怨自己不该将她送走 在村民和母亲的关怀下 阿梅很快就到了预产期 夜里阿梅突然发动 她慌忙地喊来自己的母亲 看着阿梅要生后 母亲这急忙慌地喊来村民帮忙 在村民的帮忙下 阿梅被送进了镇上的医院 母亲在门外默默祈祷 阿梅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在经过一夜折磨后 生下了一个儿子 阿梅看着怀里的儿子心里说不出的感激 母亲和嫂子也忙着照顾她 村民们送来了好多东西 此时此刻阿梅终于体会到了家人的爱 阿梅想起了阿土离开的背影 她心里依旧没有放下阿土 可她也害怕自己会错过她 站在车站里徘徊了很久后 阿梅最终下定决心去渔港找阿土 未来会怎样 阿梅并不知道 但她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 未来一定会和幸福相关 坎坷并不是一个人的人生 她只是一个人的人生经历 迈过坎坷后 接下来的每一步路都是在向幸福靠近